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我這一集和大家看一個叫奇聞, 在澳洲有個女人20歲時發現自己原來有兩個陰道, 一開始她都不知怎算好, 不過現在她接受了, 她說一個用來做事,一個用來玩, 即是甚麼意思呢? 做事是做些甚麼呢? 她說這一個這樣的身體狀況令到她覺得非常之成功, 亦都幫到她做事。 根據媒體所講, 31歲的米勒患有一個罕見的疾病, 就叫雙子宮K型症, 代表她體內是會有兩個子宮兩個陰道, 甚至月經都會來兩次。 她想起了,她說17歲第一次嘗試性行為時, 尿度位置被人低了, 所以陰道其實在兩側, 她說那些男人只會用下面去碰撞自己的陰道。 但是啦, 當時跟她一齊住的家人, 只有她爸爸, 加上住在一個偏遠的農場, 好難找人幫助, 亦都不知道自己身體上出了甚麼問題, 所以就非常之焦慮, 現在搞清楚之後, 就覺得比較好彩, 因為幫到自己做事。 那原來呢, 這一個米勒, 她是做這個性交易服務, 是做了有8年的啦, 她說有兩個陰道, 她說對自己來說相當之方便, 因為她是可以叫做區分到工作和私生活, 一個呢, 就做事用, 一個呢, 就私家用, 跟著她提到啦, 而且工作方面呢, 因為她有兩副肌, 就可以接到更加之多的, 但忍受度也都更加之高。 那現在呢, 她在五年前就跟她的老公湯姆, 一齊就開了一個OnlyFans的帳戶, 就靠著拍片和玩玩具等等的影片爆紅了的啦, 現在她們用兼職去做這個行銷公司, 那懷孕期間呢, 她的行銷公司和整個OnlyFans的收入呢, 是到達了一個高峰, 那現在就是想希望大眾更加了解這一個 疾病到底是些什麼讓大家不要害怕, 其實她以前是試過透過社交媒體公開自己的故事的, 那當時亦都是得到好大的迴響啦, 她說感激市民大眾對這個雙子公的議題, 抱持一個開放態度啊, 那當然啦, 好似她這樣講啦, 她完全是既工作於娛樂的, 而且她是講到一個可以用來做事, 一個呢, 就可以用來做私生活, 和她亦都因爲這一個病, 就變成她有一個獨特之處啊, 就講緊她開這個OnlyFans的帳戶的帳戶那樣, 如果大家都是拍一些尺度比較大的影片啊, 或者相片的話, 其實沒什麼競爭力啊, 但是因爲她有這個病, 就令到好多好奇的人都會點進去看, 或者是訂閱她的影片, 那她收入當然會上升啦, 那她現在都可以算得上是因禍得福啦。 好啦, 今集的奇聞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, 下邊留個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